字幕提供 參加這個計劃之前的自己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參加了這個計劃之後 就令我覺得要懂得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 外面的就是自己對時間的觀念更加堅定 自己更加有自信 因為自己出來表演一些像小劇場 看到他們除了在演戲技巧上的進步 亦都有態度上的轉變 對自己有要求 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到更加多 自己沒想過做到的事 跨掘了我自己的身體 整個身體和整個感覺都不同了 我覺得最大的感觸是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認識他們 因為他們是很有趣的年輕人 不得是跳出自己的框框 就像度身訂做是我做自己的 就算不適合我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個機會 透過一些訓練去想回我的缺點 怎樣可以改善 一些優點症的技術 用出來幫助這個戲劇 是挺享受這十堂的 和同學一起開開心心 上課的時候一開始都很害怕 會不會像以前那樣 全部都是為了考級而很激烈的競爭 但其實上課之後發覺 是一個很享受的過程 慢慢的轉變就是 有期待的 覺得還有一個星期 還有幾天就可以上加馬拉 是意想地合法 是可以相識幾天就可以好朋友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在第一課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不需要害羞 然後慢慢在不同的課堂 整班人一起認識了之後 就覺得也不需要很害羞 然後就慢慢放開自己 而這些改變不單止是 我學到一些東西 就好像計算一條數 不是單止是這樣 而是我相信是一種 對自己有要求 和希望學習的時候 到底怎樣才令到自己 真的學到東西 這件事很重要 不論是老師或同學 每件事都不是比較 反而是不斷鼓勵大家 做得更加好 和人的相處是近了 是不會有一種隔膜 大家可以真心去 可以抱著對方 是那種開心的感覺 自己的思想 也不再是局限於想自己 是要想自己的作為 對這個團隊有甚麼影響 和這班人之間 可以有一個好的關係 因為好的朋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們慢慢建立了一個 相當之有信任的團隊 如果是說未來那兩年 我想好好把握 這兩年的時間 在我們最後一年 演唱過屬於我們自己的戲劇 在跳舞方面 再發掘多些自己的面 當初自己 到底是因為甚麼進來 進來之後 自己想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都做到 總之試多些現在 無論跳舞也好 戲劇也好 因為我覺得 留在一個舒適中 太久了 是需要出來挑戰一下 這樣你個人才會 進步有得盡 希望可以保持對話劇 或者享受話劇的初心 任何的藝術領域裡面 嘗試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而且同學之間的 互相信任和支持 是到處都買不到的 我很期望 我們或者會有一個show 就是公演給全香港的人看 就是展示我們的成果 就是把大家想說的 或者大家想表達的東西 都可以融入在這部劇中 天美啊 加油我們三年後 來一齣好戲吧